身为当今联盟最强的几位超级巨星之一 哈登的能力无用置疑 作为领袖 他能带领火箭队将勇士逼入绝境 作为球员 他能在每晚都打出华丽的数据 可即便如此 哈登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初期 一直被人低估着 甚至雷霆都不愿给他一份体面的合同 根据两位美国著名体育记者 Chris Resort 与Bill Simmons 近日的爆料 早在2012年时 哈登的老东家雷霆队 就曾主动找到过猛龙 希望拿自己的第六人 哈登与多伦多人 进行一场一换三的交易 雷霆队指定 那卡尔德龙 法兰修纳斯 戴罗战或是特伦斯罗斯 却遭到了猛龙队时任经理科朗吉诺的拒绝 对 就是那个神仙小浩门的科朗吉诺 大概在当时科朗吉诺的眼中 哈登支不了这个假把 所以 当年他干脆利落地 拒绝了雷霆队的提议 其实又何止是猛龙在六年前看不起哈登 他的老东家雷霆队 同样对哈登的未来不看好 被那年的总决赛战败之后 几乎所有人都把责任推到了哈登这个屁股的头上 觉得他没有发挥出杀伤性 在防守端也没能限制住詹姆斯 除了球场上的指责之外 他们还编排哈登在场外的事情 四处宣扬自己球队的第六人整夜沉迷于卖爱念的酒吧 不可自拔 因而影响到了球场上的表现 甚至 一度还传出了哈登勾搭 当时雷霆队有一把他女朋友 有的小道消息 让人连呼口血的同时 不禁至于起了哈登的职业助扬 在漫天的怀疑声中 哈登迎来了自己的合同期 与头也不悔就出走的杜兰特不同 长情的哈登原本打算留在俄城 哪怕拿不到顶心也无所谓 可雷霆只为了那每年仅仅只有两百万美元的差价 而仅仅计较 最后 不肯有丝毫让步 德雷霆队 把哈登交易去了火箭 只换来了第六人马定而已 大概 那时候德雷霆从骨子里 就把哈登视作是第六人 哈登当时嘴上虽然什么也没说 可手里却被发着喊 他一去火箭就奠定了自己的核心地位 也马上就让所有人意识到 了他们的眼光不行 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一次又一次的夸张数据 让四帅队杀进西绝 今年更是差点将勇士挑下马 而今年哈登也如愿身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份 MVP 奖飞